狗子每天都在饭碗前大吵大闹 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主人觉得自家的狗有点奇怪 每次吃饭都要主人呵斥 才肯开口吃饭 要是不做那种动作 狗狗就不为所动 这到底是为什么 狗狗名叫布谷 看起来非常温顺 一点也不吵闹 而且非常喜欢陌生人 布谷是一只胖乎乎的马尔吉斯犬 两夫妻是结婚六个月的新婚夫妇 布谷是女主人结婚前的宠物 现在他们成为了幸福的一家人 日常试后 一家三口能一起幸福的玩游戏 布谷非常活泼 而且很是聪明可爱 玩游戏不成问题 但每一到了吃饭时候 布谷就会变得非常奇怪 他会站在饭碗前一动不动 然后回头看身后的男主人 难道布谷不喜欢这些饲料吗 布谷的表情不像是排斥饲料 但他会突然嗷嗷叫 摆出一副张牙舞爪的模样 看的制作组也非常紧张 男主人在他的目光下 小新的移动位置 但布谷还在往往大叫 两位主人解释 布谷必须得到 他们收吃饭的口令 看到有首饰后 才会下嘴吃饭 不这样的话 他会绝食一整天 一开始 制作组还不敢相信 有这么奇怪的狗狗 男主人往饭喷一指 并叫他吃饭 狗狗立即行动起来 但一次这样的行为 只够布谷吃一口 吃完一口后 他会耍脾气的吼叫 男主人只好再摆一次首饰 和发出吃的口令 而布谷还是老样子 吃一口后 就会回头看男主人 为了让他吃完一顿饭 男主人必须不停发出指令 来来回回差不多要花费20分钟 布谷才能吃完一顿饭 而且一旦男主敷衍了事 态度不好地受了吃饭的命令 布谷也不会吃饭 女主人解释 这时候需要用更夸张的语气和手势 布谷才会主动吃饭 只有用更大的声音和夸张的手势 才能压制住她的怒气 这可真是奇怪的吃饭习惯 女主人本身是个性格温柔的人 要让她用大吼大叫的方式 呵斥狗狗吃饭 她实在不愿意 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布谷只吃这一套 语气好些的话 她反而会生气 两人每天劝狗子吃饭 就像要和她吵架打架一样 而这种行为已经持续三四年时间了 两人猜想 布谷这是请求一起玩耍 寻求关注的意思 但这仅限于他们的猜想 布谷知道明确原因 让两人非常郁闷 设置组让他们进房间里躲起来 看看如果看不到人 狗狗会不会吃饭 但布谷的反应非常激烈 别说吃饭了 她完全将饭抛在脑后 不停在他们房门前吵闹 在他们俩出去之前 布谷不会停下嚎叫 为了改正布谷奇怪的吃饭习惯 两人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但至今没有找到 好好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他们有种被布谷命令的感觉 回到饭店 就想被布谷指令 你快点跟我说吃饭 有主人担心布谷把吃饭当成游戏 如果持续下去 万一两人不在家 狗狗该怎么吃饭呢 为了找到问题根源 两人查了非常多的资料 但都没有解决方案 当天下午 两人带狗狗出去散步 布谷的反应非常活跃 在家里就安安静静地套上狗身 似乎是非常期待散步的样子 然而走到楼下门口 布谷就开始一动不动 好像在使出吃奶的劲儿 撑着不走 无论男主人怎么呼喊她 都不肯挪动脚步 难道这外面有什么 她排斥的东西吗 布谷后退着拒绝散步 连绳子都快被拉断了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为了让布谷安心散步 女主人只好亲自出来 但她一出来就跑向了远处 并且非常积极地去寻找女主人 之后女主人再次反复藏起来捉迷藏 布谷也非常开心地和她们玩闹 这一种散步方法 让两位主人都开始怀疑人生 这到底是布谷的散步 还是主人的散步呀 女主人解释 布谷可能更喜欢自己 所以采用这样的方式促使她运动 等找到女主后 布谷就会自觉地往前走 似乎是想快点回家 主人记得 布谷在满一岁之前 就很讨厌到外面散步 一直都想挣脱散步生 都说散步会让狗狗缓解压力 可布谷一点都不配合 难道是精神和身体方面出现问题吗 但布谷除了吃饭有问题 其他时候都很温数可爱 第二天 男主人出门上班 女主人在家做家务 做家务的时候 免不了几个房间轮回转 可正在饭点的布谷受不了 他只有在女主人的喝止下才肯吃饭 一旦他去别的房间收拾打扫 布谷便会气得无叫唤 这种怪异的举动 或许只有薛老师能解决了吧 薛老师听到请求后 立即来到了他们的家 他很喜欢这名叫布谷的狗狗 一听说他们的问题 薛老师头都大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狗狗呀 这不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是战争吗 小孩子不吃饭 老是想玩的时候 母亲会让小孩看电视 然后再吃 一般人或许都会离结成 这是为了吸引别人的关注 薛老师让其他陌生的制作人员 常使用手势和命令语气呵斥布谷 布谷有同样的反应 这样的行为是需要人关心的表现吗 薛老师认为这显然不是 他解释道 布谷在吃饭前发出嗷嗷的声音 是为了威胁 是让其他人远离他的信号 他把脸挡在饭碗前 实在表达 这是我的饭的意思 薛老师认为两位主人 甚至其他人以为狗狗 是接受到了主人喊吃的信号才吃饭 这件事纯粹是个误会 为什么用话说不会吃 用手势就会吃呢 是因为狗狗只接受到了手势给出的信息 用手指指着喊吃的时候 布谷是为了不被抢走饭才肯吃的 而男主人在旁边进行身体接触的话 布谷会吃的很香 这也是因为不想让人抢走饭 所以才吃快点的 布谷是非常温顺的狗狗 他想在主人靠近的时候发脾气 但不想误伤主人 所以他想到的办法是 把想守护的东西都放到肚子里去 而他之所以一口一口的吃 是因为现在还并不想吃饭 但他的表现来看 他真的不喜欢饲料 但这是他想要守护的食物 怕被抢走 所以被迫吃下去 但为什么男女主人离开 他反而完全不搭理饭碗呢 薛老师指出 这个行为是分离不安的表现 布谷几乎每时每刻都跟着主人 在主人短暂外出的时候 他会爬到床上嗷嗷叫唤 伤心的像是在呼喊妈妈的孩子 平时布谷几乎没有自己待的时间 所以分离不安格外严重 而他同时想守护零食 又不想和保护者分开 所以才有了非常矛盾的行为 薛老师指出 对食物欲求不满是最根本的原因 在布谷的立场上 饲料不是非常贵的 食物虽然现在不想马上吃 但也不想给别人 但若是快点吃完 就没有要守护的东西了 所以他会一直留存食物 将饭守在自己的视线中 费尽心思的守护食物 这种复杂的感情和生气的情绪融合在一起 就表现出了食物欲求不满 在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之前 需要对他做出正确的教育 第一步薛老师拉住绳子 然后在地上丢零食 因为绳子的限制 布谷不能吃到零食 只好回头朝他求助 得到求助的薛老师 立即给予成长和零食奖励 稍后薛老师让男主人拉住绳子 继续在地上丢零食 而这次不同的是 男主人拉紧绳子 不让他有机会吃到零食 而薛老师用手捡起零食 给狗狗投胃 这个动作是为了让他更亲近人类 告诉他有人拿走零食 并不是要抢走他的食物 若他理解有人来 不是为了抢走食物 而是为了给食物的话 布谷就会渐渐改变这种矛盾的方式 几次实验后 薛老师松开布谷绳子 进行实际教育 薛老师提醒 一次给太多食物的话 狗子想守护饲料的想法会更激烈 就相当于给你一万元和十万元 你肯定会更细心的保护十万元 为了调整布谷守护食物的执念 给少量饲料会更有效果 薛老师反复多次的给狗狗添加饲料 让他逐渐理解 人不是来抢走食物 而是来给予食物的 薛老师在布谷面前放了一大碗饲料 布谷果然开始守护自己的食物 吵男主人呜呜大叫 这时候薛老师给布谷添加了他最爱吃的零食 渐渐的 布谷对人的认识更深入 吃饭的时候也更安静了 薛老师为大家翻译了一下布谷现在的状态 我想守护我的饭 主人来了以后并没有抢走饭 反而给我带来了更多好吃的东西 布谷的表现虽然还是很紧张 但是有渐渐变好的迹象 夫妇俩在布谷周围自然地放入零食 布谷的反应也越来越冷静轻松 连眼神都变了 似乎是在等待主人投喂零食 长此以往训练下去 狗狗会对人手有更好的印象 也会更安分地吃饭 但拒绝散步又该怎么解决呢 薛老师觉得夫妇俩想要出的 捉迷藏游戏的散步方法 在运动层面上为问题 但对狗狗精神层面来说不是很好 在布谷讨厌散步的情况下 强硬拽着他散步 对他来说反而是压力 而他会寻找女主人是因为分离不安 可以说散步对于狗狗和主人来说都是折磨 薛老师推测 布谷不喜欢散步 可能有医学性的原因 布谷吃的少 但奇怪的会发胖 而且嚎叫声音音调很奇怪 再加上讨厌散步对外界非常抗拒 综合下来 薛老师推断 布谷是假装险技能低下 而布谷得到的检查报告确实如此 假装险技能低下是遗传性病症 这不是主人的错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点 才让狗狗陷入不安状态之中 针对这点 布谷需要有针对性的服用药物 增加体内假装险赫尔蒙量 等再次回到正常数值 差不多一两个月时间 症状就会好转起来 在那之前 布谷还要进行外部环境适应教育 勉强在布谷散步的话 会降低他对主人的信任度 为了尽量给不安的布谷安全感 最好让他一步步接受外界环境 平和地让他接受陌生环境 等不安感降低后 布谷开始认真的闻味道 已经有了能好好散步的迹象 继续坚持下去 他会很好地融入散步环境 那时散步也就不成问题了